休斯顿中华公所庆祝成立50周年 8月16号在雅院举行盛大晚宴 旗下20多个社团热烈出席同庆 共同主席周采廷、陈灿基上台接受美国主流政要贺壮 并将当天定为中华公所日 主要演讲嘉宾黄朱慧爱 陈述早期中华公所的成长历史 社团还制作了幻灯片进行自我介绍 让社团之间的情谊更加紧密相连 有着桥界社团火车头之称的休斯顿中华公所 领导着20多个社团 活跃服务桥社已经50个年头 这个月16号由旗下社团联合举行了一场盛大晚宴 庆祝中华公所成立50周年 桥界长官领袖都到场祝贺并高歌一曲 为大家增添热闹喜庆的气氛 曾经在2006年就一起搭档担任中华公所共同主席 今年再度走马上任就为了筹办盛大的庆祝晚宴 会上也期盼未来社团间的相处能更加团结和谐 大家好 今天是中华公所50周年的几年日 我们特别办了这个餐会来 希望大家走在一起 跟个欢喜的一天跟朋友见个面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少机会大家追在一起 我们今天有200多300人一起 甚至不错 所以我觉得很高兴 说起来中华公所和渊源很强 以前就是在我们安南共商会 他们有五大个桥田出来 大家一起主持中华公所 到1971年中华公所就经时用我们中华公所的名字 今天我们很高兴 吃五十周年了 有那么多的朋友 有那么多的桥田 有那么多的长官 来跟我们一起来 来来来 非常高兴 晚宴上宾客云集主流政要 德州众议员吴源之 休斯顿市议员麦克·雷斯特 李查德软 张文华法官及国会议员奥格林 华裔代表谭秋勤等 上台颁赠状 并将当天定为中华公所日 驻休斯顿经文处黄敏靖处长致辞时 将中华公所以四句话形容出其精神内涵 席间历届主席上台合影 举杯祝贺五十年一路走到今天的成就 当天除了美酒佳肴 余性节目也陆续登场 黄敏靖处长及夫人秋琼会首先开唱 先起晚会轻松热闹的气氛 会中安排了华航及长荣航空提供的国际来回机票摸彩活动 有些社团还特别制作了自我介绍幻灯片 让社团间更熟悉 增加彼此间的情谊 最后三层大蛋糕伴随着全场热烈祝贺声 圆满结束当天的晚宴